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黑龙江父老的人 我当这个军事总指挥 就一个目的 保卫黑龙江 好 我来东方战场这个戏 是我们这个戏的制片人 孟凡耀老师 直接给我打的电话 跟我说让我来演马战山 我说可以 这个人名字我有点熟悉 我说行 就这样就确定了 我后来查阅了一下 看了一些马战山的资料 我开始觉得这个人物分量挺重的 可是等我到了东北 尤其到七七哈尔 我没想到在七七哈尔 人民心目当中 马战山的分量是更重的 马战山可以说是 他们东北人的叫江桥战役 打下抗战第一枪 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他在东北人民心目当中可以说是一个传奇色彩的人 我对我这个人物造型呢 我自己挺满意的 因为严格的讲 马战山本人是一个很瘦小的 因为他们有时候管的叫马小个子 跟我的外形其实有一定的差距 我只能说力求神似 但是当时市装的时候戴东北 我说你们有没有棉帽子戴毛的这种 当时服装给我拿了三顶 有一顶我一戴上特别的夸张 跟现在藏翱石头翱那感觉似的 我说这个好 这个才有马战山的味道 然后我衣服是个军的灰色的泥子大衣 就总觉得头太重了戴上帽子 我说那怎么办 因为第二天就要拍了 特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天到现场大衣一穿 毛领已经给我备好了 这一下棉帽子毛的黑色的帽子 加上毛领再下来整个就是协调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组的各个部门 还是很到位 因为让演员增加了很多自信 也是让演员那种能更好的去投入创作 张学良当时让马战山当省政府主席的时候 给他几张银票 应该是两千万的银票 是在东北的银行 说你把这个取出来 你去买枪支招兵买马 但是当时因为东北的银行完全被日本人控制了 这个钱根本就拿不出来 就变成了一个空投支票 所以他为什么去那个到满洲国参加这个满洲国的这个庆典吗 做军政部长 他的目的是跟那个土培元侠有这么一场戏 两个人单独说我去可以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什么条件 你得把我这银票给我兑现了 然后他也就是任职了一个月多一点 毕然返回这个奇迹孩 宣布我继续抗战 所以他只是用了这么一个计策 但是不知道的呢 社会各界就是评价说马战山叛变了 说马战山投降了 因为东方战场这部戏呢 可以说是一个尽可能尊重历史的 尽可能真实还原那一段的 这么一个长篇史诗性的一部电视剧 比如说溥仪登基的时候 登基大典 那么当时按照这个老照片 溥仪站在哪个位置 马战山哪个位置 然后他几个大臣在哪个位置 日本人在哪个位置 他是对照老照片的 就尽可能去还原历史 包括这个景地 你看我们去了齐吉哈尔那个江桥 跟当年那个挺像的 也是三几年的时候 日本人建的那么一个废弃的铁桥 我们的江桥保卫战是在那拍的 石井 然后中间又搭成那个铁轨 还有这个你像伟皇宫在长春 包括沈阳的那个大和旅馆 这都是当年真实的地方 实际 因为国内当前的很多 尤其是电视剧这一块 虚构的比较多 那么可能以几个人物为主线 有很多都是重新的加工虚构 很少有像东方战场这部戏 能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 史诗性的这样一部作品 去展现这段历史了 我相信以后很难再有了 我也相信这部戏能是一部精美之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